她初初接觸看粗時 看到動員在電視上飛來飛去 她很喜歡 她說媽媽想玩看粗 五歲就用手去賭辣 去商場走 她也是用手來走路 我記得六歲時去了廣州集訓 媽媽跟我說我去買菜 我經常跟她買菜 小時候買菜 照平時乘車去買菜 為何今天乘車乘幾個小時 帶了她去廣州市隊 放下她 媽媽要去買菜回來才接你 你努力練習 這樣一接就一個月 我可以用苦媽來形容 很狠心很缺絕 要你去做那件事 表面很嚴重 但實際她自己就… 很心痛 那次 我自己的眼淚都是在她眼角流出來 但我都不敢表露 又沒有真實 那時候是想見到媽媽 多於想真實 從2006年去坤明比賽 每一次比賽了 一定提出分數 她會回來 後來到傍晚 總教練才打電話來 他弄傷了 弄傷到頸椎第六、第七節 都嚴重 基本上全家人都不支持 他們都說不如康復後就讀書 不要再玩提操 那時其實都沒有想過放棄 他做手術後 他說媽媽你讓我提操 我說你醫好 做好了 我只是暫時答應他 那時我睡得太久 我一坐起來會頭暈 頭髮不斷發 我發著也要跪在這裡 求家人給我玩 但我回頭說我跪你了 你不要去練 那時教練又幫忙說服家人 其實媽媽是最後一個答應 有時他洗澡 我看到那條呱痕 我自己都很心臭 說到讀書 你可以遲些長大 如果你有心機可以讀 但你的技術 你是那個年齡 你不想到那個技術 也是沒用 我後來也想通了 不想過去的東西 他在倫敦的失敗 我自己是在心裡很難過 表現不到應有的水準出來 讓他們看 所以那時其實也不開心 最辛苦是他看到我時就哭 他說媽媽 對不起 我拿不到成績 因為男生哭 知道自己很辛苦 我最重要是平安 還有下一次 下一屆我就斷了手 直至到八年後 即是東京奧運才能再去 每次都會有這一屆 我覺得我只會有兩千個 每次都會有三個月 都正常的 現在都在進入比賽狀態 儘量練好一點的穩定性 還有熟練度 當時知道東京奧運沒有觀眾 其實都是預計之內 變成對一個運動員來說 也是有點失望 因為始終奧運四年一次 都想他們去看 我自己的期望就是做好自己 我作為媽媽最重要是平安 都想多謝她 由小孩帶我再陪 照顧我和體諒我 我愛你 我很想念她 剛才她在香港訓練 回來後我很開心 她說我很久沒見你 媽媽 我說不是 我想見著你 我愛石仔 加油 訓練一個奧運的運動員 最重要是堅持 和有信心 對自己有一個成就感 要走那條路是她自己 她喜歡玩我們做家長 一定要支持 外面 要做家長 要學會 做家長 至於 從來 不就 你